海南救援行动这是在东部分属 第12岸巡队新城乡板下安检所 他们在6号的中午 发现了东翼陆发号渔船靠岸过境 并且停止不前显有异状 立即通报了海巡署第9巡防区指挥部 随即启动救援机制 并通报了海保署赶赴现场来救援 所幸没有造成其他的严重意外 海巡署第12岸巡队表示 6号中午由于板下安全所人员发现 执行岸季守望勤务时 发现东翼发6号渔船 有航行异常的状况立即回报 岸巡队派全人员前往现场展开救援行动 本所守望勤务人员发现一艘渔船靠岸过境 同有割浅情形 随即启动救援机制赶赴现场救援 抵达现场后发现该渔船已割浅于岸季 经联系该船船主表示 因风浪过大导致流氓意外而割浅 所幸没有造成其他严重意外 及游污外线行情 后续由其他渔船前往脱带返回花蓮渔港 本署呼吁 虽然若台风虽然已离开台湾 但天后海上仍然不稳定 提醒出海作业船法 应多加注意航行安全 发现该渔船已割浅在板下 活地沙滩上 经联系船之业主也表示 但是渔船在板下前方海域进行 无人下矛定制渔网作业 因为风浪过大导致流氓 所幸船上没有任何船员 并且未造成其他的意外事件 记者林杰花蓮市采访报道